第427章 两份约定 黄金圣虎一脉的黄金火焰能力是爆发 而黄金狮子族一脉的黄金圣火能力是童话 两种黄金火焰虽然有所不同 但却也有一些殊途同归的地方 刚才那白金色的火焰之中 那份类似于童话的气息 它是不会认错的 这就意味着对方说的是真的 而且从那白金色火焰气息内 它也确实是感受到了自己血脉之中的颤力 对方最多也就是九阶 还不够妖王层次 却能在血脉上不弱于自己 这就意味着对方的话很可能是真的 变异从何而来 黄金狮子妖王传音问道 唐三略微迟疑了一下后 才同样传音道 狮虎兽 黄金狮子妖王瞬间脸色大变 他们是他们 难道他们解决了 唐三淡淡地道 还请您保密 如果这个秘密 只有黄金狮子族想要知道的话 黄金狮子妖王的眼神 顿时变得极为复杂起来 好 剑圣令我收下了 等你们的到来 一边说着 他从唐三手中拿起剑圣令 此时他的心绪有些混乱 狮虎兽一脉 解决了血脉阻隔的问题 并且成功出现了变异 变异出了更加强大的血脉 狮虎兽和狮族 虎族是什么关系 他再清楚不过了 这早就被驱逐的一脉 被认为是不祥的杂种 而且狮虎兽一族 在他看来 是早就濒临灭绝的存在了 却没想到竟然带来了如此之大的震惊 唐三刚才话语中的意思 他也明白 只有黄金狮子族知道 就意味着不让黄金圣虎一脉之小 狮族这一边可是没有黄者作为后盾的 一极血脉的存在 对于狮族的意义无疑更为重大 只是狮虎兽一脉 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恶劣啊 唐三自然不会管他是怎么想的 对他来说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及 收回水晶令 转身就向外走去 黄金狮子妖王抬了抬手 想要叫住他再多问问 但终究还是先放弃了 这件事对于狮族来说 绝对是震撼的大消息 他需要尽快回去 和族中强者商讨 他也是完全没想到 是神剑拿出来 竟然将变异进化的狮虎兽 给吸引出来了 唐三快步走出戴战区 向外走去 在通过了数道守卫之后 终于走出了大斗兽场的范围 脱离了那充满厄运和杀戮的气息 空气似乎都变得甜美起来 还有些冰冷 宛如冰雕一般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唐三面前 空气中的温度 也自然而然地随之下降 您好 族长阁下 唐三没有流露出任何惊讶之色 事实上 正是他让这位冰女族族长 在外面等待自己的 嗯 冰女族族长向他点了下头 然后就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唐三道 您给我一件储物法器 冰女族族长一言照做 将自己手腕上一枚冰蓝色的镯子 摘了下来 递给唐三 手镯触手冰凉 唐三心中感叹 真不愧是冰女族的东西啊 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 储物戒指内的元素B 直接向那手镯之中灌注 受到时空倒标的影响 速度有点慢 冰女族族长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他乃是神级强者 在冰封王座的加持下 更是能够达到大妖王的层次 自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唐三现在是在做什么 你这是 冰女族族长甚至连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是谁都不知道 可对方此时却是切切实实地赞给他钱 之前他之所以选择相信唐三 虽然是因为唐三亮出了水晶大妖王的信物 但更重要的还是他自己内心的纠结和不舍 本来拿出冰封王座就非他所愿 乃是族中长老们最终的决定 趁着有这样一个机会 他终究还是将冰封王座拿了回来 如果真正拍卖的话 冰封王座的价值绝对在五万元素币之上 这是真正神器级别的存在 只不过能够将他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 必须是要冰属性的强者才行 唐三目光平和地看着他 道 族长您好 我叫修罗 您应该感觉得到 我是一名人类 但我已经不是附庸 现在也算是贵族 今天看到您拿出冰封王座的那份不舍时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对您以及冰女族的重要性 正所谓君子不夺人所爱 我认为冰封王座不应该落入他人之手 唯有在冰女族手中 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冰封王座 所以 我希望能够帮助您 或者说是帮助冰女族度过危机 有关于冰女族的情况 我听说过一些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 应该是传承出现了问题 诞生后代艰难 我先给您五千元素币 应该能够解燃眉之急 然后我有个想法 或许能够为冰女族解决传承的艰难 冰女族族长 目光灼灼地盯视着他 道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他当然不会觉得一名人类有如此好心 就是不求回报的帮助了 唐三道 不想看到冰女族的没落 还有就是 你也知道 我们人类生存艰难 我希望能够获得冰女族的友谊 而且 帮助贵族进行传承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也有好处 他之所以没有选择竞拍冰封王座 一个是因为钱不够 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就是 这件曾经皇者的王座 以他人类的身份 想要获取 后面很可能会遇到麻烦 就算是有水晶大妖皇的令牌 也未必能够保得住这件神器 第三个原因自然就是 如何帮助冰女族进行传承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冰女族组长 接过唐三帝来的储物手镯 感受了一下 里面确实是已经有了 足足五千元素币 脸色顿时变得柔和了一些 唐三道 组长 我现在有要警示 要必须立刻去一趟 如果可能的话 能否请您等我几天 我再回祖庭和您详细商讨 冰女族组长愣了一下 但还是点了点头 道 当然可以 但你就不怕我拿着这些钱一走了之 你也没有什么能证明 给了我这些钱的证据 唐三微笑摇头 道 您是冰元素的掌控者 正所谓 心若冰青 天塌不惊 如果您没有一颗冰青玉洁之心 也不足以领袖冰女族了 以冰女族本身的底蕴 如果是不择手段之辈 也不至于拮据到 要拿出冰封王座了 抱歉 我无意冒犯 我只是要告诉您 我信任您 既然是想要合作 我觉得信任是最基础的 如果方便的话 您给我一个地址 我没有地址 我本来准备拍卖结束之后 就直接返回族中的 冰女族族长秀梅微醋说道 唐三道 那这样吧 我在白虎大酒店有一间客房 已经是付过钱的 您就到我那客房中等我吧 少则两天 多则五日 我应该就能回来和您商谈 您看如何 可以 冰女族族长微微汗手 唐三将开门的房卡交给他 再次告别之后 已是迫不及待地快速离去 和冰女族族长商谈合作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 或许是神剑重要不重要 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这些要是和与自己的美公子见面相比 就都算不了什么了 在唐三心中 美公子永远是第一顺位 作者 唐家三少 哦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